HELLO 大家好 我是Heidi 又來到12月頭了 即是又要拍11月的最愛片 不過11月因為我去了沖繩的關係 我買了很多新的東西 沒有空去試 所以美妝的部分 就會由最愛片變成 Black Friday的Selfrages by 加開箱片 我特地等了今天才開箱的 但美妝之外 我還有一點點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開箱就留一會兒 Chopper幹什麼? 是不是你要出場? 第一件事 在我威逼理由之下 就是Chopper的這件小衣服 是不是很可愛? 它好像有隻Cookie Monster 騎著Chopper 你是不是不喜歡穿小衣服? 那我們脫掉它好嗎? 這件衣服是超可愛的 但是Chopper真的一般的穿 好了 我們脫掉它 Chopper已經發脾氣走了 大家這條影片應該看不到它 除了它的新衣服之外 我自己身上的這件新衣服 最近也是很喜歡的 我是在ZARA買的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貴 它要259元 就是一件衛衣 大家會看到它是這種 Hoodies 有袋子 裡面是一些毛毛的質地 重點是它這條繩 它是白色、橙色和紫色 混合的一個 好像鞋帶一樣的繩 我覺得整件事很鮮 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slogan寫著 Your order has arrived 非常適合我這些敗家友 沒錯 所以這件衣服是我近期非常喜歡 說完衣服之後 我就想說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手袋 那就是這個 好漂亮 它的牌子我不會讀 Stratberry? 差不多了 我打分它的牌子名字 這個袋其實也挺小的 它的尺寸是nano size 它這個顏色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它是介乎於孔雀藍綠色的中間 它是一個非常滑的絨毛質地 對於這個冬天襯衣服是很漂亮 它這個袋有什麼特色呢? 第一樣東西 它就不是平時這樣兩個手袋 它是一邊手袋 另一個呢 就會在一個金屬的框這樣鎖住它 就不怕袋子很容易被人擦開了 它裡面是有一個金屬鏈 就會是這一種皮和金屬去組成的肩帶來的 它的長度背後就會在屁股下面 對於我這個153小顆來講 我覺得肩帶是長了一點點 但是我想大家應該都會高過我5cm或以上 所以就應該沒有這個問題發生的了 而我自己呢 因為單邊太長了 所以我反而會這樣cross body地去背 你會看到它的長度就會剛剛在屁股對上這個骨位 這個袋子雖然它這麼迷你這麼小 但是其實當你打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的空間感都很大 而且它這邊是會有一個卡住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錢卡或者貴重物品下去 裡面我可以放到小人包 紙巾 充電器 電話 鎖匙 唇膏 和補妝用的粉餅 基本上我要外出用的東西都可以放得完 也不會變形變得很厲害 我這個月一直用它 它仍然可以保持到這個很漂亮的三角形 我自己就蠻喜歡的 它的價錢呢 如果在香港裂卡佛買 大約3300左右 我在savages.com買 就2700左右 也便宜了幾百元 我自己覺得不算太貴 比起一些很大很出名的牌子 這個小儀貨 我覺得可以偶然獎勵一下自己 買一個有質地有質素的包包也很好 接下來第三樣東西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電腦套非常熟悉 沒錯 就是之前和custom一起製的一個電腦套 我有提及過 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手提電腦 就是這部粉紅色的MappleAir 它今年11月尾出的 我就直接買了它 這部MappleAir我買的是1200GB 它定價是9499元 我加上Apple Care那些 就11300多 裡面是這樣的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它最特別的地方 應該是它的開關 就是可以用到手指毛就可以開到的了 是不是不是這隻 對 它就已經開到了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是用電腦去剪片 還有用過一段時間的MacBook Pro 這一部是相對比較輕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只有兩個type-c頭 它是沒有USB頭的 所以我那些外面的硬碟 全部都要配搭器 才可以再跟它過到電腦 或者輸出硬碟 我不是想去原負 也不是想說我的頻道 可以賺到很多錢 可以讓我買到它 其實我也是分期 我也是分兩年 每個月都是四百多元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接受 而且令到我平時可以多些時間剪片 大家都可以快點看到片 我又自己沒有那麼辛苦 我也覺得暫時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你很好奇 很想知道我現在Youtube的生活 我的收入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買不買得起這些東西 遲些會有條片說的 因為我差不多拍了片一年了 所以12月底 我會有一條一年的感想片 就可以解答到你們很多的疑問 我想應該也有很多人想知道 例如如何收視用 如何合作 以及到底賺多少錢 我會很實在地告訴大家 好了 其實今個月 我的最愛 或者我的新玩意 就只有這麼多 接下來 就可以開始 開箱 那為什麼我不是用它們 寄給我的紙箱直接拆 就是因為我有幫朋友買了一些東西 所以它的紙箱裏面 就包了這個塵袋 我就直接開箱 裡面的東西我完全沒有拆過 第一樣 就是這個GHD的Platinum Plus的直髮夾 我現在一直都在用Amica的這一款直髮夾 我想應該也挺舊款 不過我前年 朋友幫我Amazon買六百多港幣 有它和一個Travel Size 平時你們看到我帶去旅行的那個 我就覺得很划算 所以它的質素我覺得一般 但是性價比來說 當然已經算是這樣的 它是Amica的 但是由於我對於夾頭髮 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我今年忍不住 就買了GHD的Platinum Plus 它是新出的 那時候減價是1300元左右 香港是賣2600元 所以便宜了超級多 在這個網上買東西最好的一件事 它就是一個英國網 所以它的插頭全部都是三腳插 不需要轉插 還有這個它說是Platinum 應該是夾頭髮的時候 然後沒有那麼傷頭髮 還有夾出來看下去 是會柔順一點的 那我希望它也做到這個效果 我對它的期望也挺大的 然後第二樣買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應該猜到的了 我都說明了我一定會入手 就是Hourglass的這個碎粉 我這麼大個女兒 都沒試過在這麼短時間裡 用完一盒碎粉 可想而知 我對它的喜歡程度 是有多誇張 小的這盒是2g 網上是買140元 大的這盒10g 是賣360元 我當時是有9折 所以買大就一定是划算很多 它裡面真的很漂亮 你會看到是金色 然後的孔孔是H字 還有這裡是會有一個抖位 所以粉就不會跌下來 如果大家有留意 YouTube應該也很多人介紹過 我就不多說了 還有我肯定它會做到 我2018年最愛的10樣化妝品裡其中一樣 所以它的效果 用後感到時候會詳細說 之後我就買了 Souiva的這盒紅色眼影 之前我也有發過IG 跟大家說 他們的三套迷你妝 是太便宜了 270元 當日還有9折 但因為另外兩盒 我都已經買了 拍片 所以我也沒有買的理由 這一盒紅色 其實它也有出迷你妝 但它的配色 令到我真的很想買這個全尺 它先170元 當時還有9折 所以我覺得買了它也不過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配色 都是偏紅和粉紅 但也會有些大地色 做一些打底和眼線位的部分 它這種偏紅的COPER色 我真的覺得很美 讓我試一些顏色 在手上給大家看 我想說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今天臉其實是有點腫 因為我正在生風了 好慘 那我出風了都要拍片 對 大跟小有分別的 質地很滑 哇 神經病 170元 有這個質素 究竟SOEVA 它有沒有錢賺的呢 好漂亮喔 它的紅色 無論啞色也好 珠光也好 都是很漂亮 很Smooth 很滑的 但是它某一些比較閃的顏色 摸下去 就沒有那麼滑 摸下去眼影的時候 都比較粗粗的 但是滑在手的皮膚上 就不會覺得它很粗的 我真的覺得這一盒的顏色 挺漂亮 而且很適合這些 很多節日的時候用 然後這個布袋裡面 還有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TOMFORD的CUSHION TOMFORD的CUSHION 其實不是便宜香港很多 香港是賣370元的心 之後網本是賣365元 只不過便宜5元 但是呢 因為它有九折的關係 折了之後就是328元 我覺得也值得入手的那一刻 因為網上只有心賣 它是沒有一個殼賣 所以這個殼 我就在香港的Langcroft買了 要250元 而且真的只有一個殼 我覺得很心痛 但是我也買了 話說我在香港的TOMFORD試色的時候 一開始它是幫我試MAYE深的 超白的 然後我很擔心整個TOMFORD 都沒有我的顏色 之後我就試最深的一個顏色 5.5號色 終於適合我了 我現在已經是健康膚色 到用到最深色的粉底了 有沒有這麼過份呢 它裡面呢 就會有一盒 應該是CUSHION 那個POPPOP 還有它的心是這裡 其實我覺得也挺貴的 300多元只有一個心 還要是12g 但是這麼多人都說好用 我真的很想試 我還想試Clady Pro那個 如果你們都想看我試的用後感 或者想我試上臉給你們看 就留言告訴我 我就去買了 因為都要700元 那一個 我也有點不捨得 而這個呢 就是它的殼 它也會包上一個絨袋 裡面 我現在先開了它 就是啡色 TOMFORD那個顏色的鏡面 之後 打開它裡面 就會有鏡子 還有這裡沒有東西的洞 它只要把心對正它 然後 噴進去 對啦 那就應該安裝完成了 那我一打開它 現在就暫時還有這一塊的紙 那我 開了 噹噹噹噹 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 都是很typical的 Cushion 來的 我現在試一點點 上面給大家看 唉 我也是 好像拍得太多了 而且我這一陣子 真的在生鏡瘋爛 皮膚狀況一般 那我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 TOMFORD的這個Cushion 那我覺得其實我想厚了 它應該可以推得更加開 但是因為我化妝就免了 然後摸下去 都不算很黏黏的 我覺得還可以的 那可能在下 遲一點 後來做到一些測試一天 或者想妝給大家看 因為最近都很多新的化妝品 那可能我就做一個 用全部新的化妝品 去上一個妝給大家看 一個Christmas的妝 那我今次Black Friday買的東西 暫時只有這麼多 其實大家都有問過 我關於Selvages.com的問題 最多人關心的都是它的運費 沒錯 這個網買東西是需要運費的 單次買260元 或者你可以一年給420元 就完全無限千免運費 那我自己是加入了年費這個計劃 我覺得是非常之划算的 因為你想一下 只買GHD那個直發的 已經便宜了1300元 比起香港門市買 所以 不依靠你自己 其實喜不喜歡買它的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都比起香港的專門店 是便宜很多的 例如Armani紅色的Cushion 它是便宜90元 然後我平日買 Mac的東西 或者Hourglass的碎粉 都是便宜香港幾十至一百元 所以其實你加起來 買5、6次東西 那個運費已經抵回到 還有我有個小秘訣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一個人 給這420元 我和兩個朋友一起 夾粉去加入這個計劃 每人才是給14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也有朋友 可以有興趣一起 做一個年費計劃的話 你的運費是非常之划算的 這就是我買Selfridges的小小秘訣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十一月新玩意 Selfridges Black Friday開箱 和買Selfridges小秘訣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